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吕南卵语之何处 一片相思入某中 红丝线 这位草药也叫红丝线 它全草皆可入药 有消炎散芸 止血止咳的功效 可以致肺结核 肺结核合血 还有知气管源 还有糖尿病 致外置跌打损伤 像致消炭散芸 还有止血止咳 肺结核止咳 还有脂气管炎 这些内服 还有糖尿病 皆是内服 内服用药 它是呈单方 就可以说用 就只用一味草药 就可以治 这些红丝线 也叫枪刀药 然后那外敷 将药就敷在 叠大损伤的地方 那可以怎么在哪里 可以查到它的一些药用呢 就在中国在线植物质 这些可以用药 那消炎善于的话 就必须要将泡茶 饮用到体内 还有止血止咳 这些也是 但要一定要记住 止血要跟肉炒在一起 这样可能会吃 比较好一点 但是记住 体寒的人不要吃这个 因为它的相对是 寒性的东西 所以你体寒不要吃 糖尿病 脂气管炎 还有肺血和咳血 都是内服 具体怎么服呢 不跟大家说 因为怕你们会乱用 用完以后 我可能会负责 我得要负责 是不是 那第一大损伤 外服没问题 你要把它研磨成粉末 炒干以后 敷在这大水上 还有再回答一些 观众提出的问题 说我年纪轻轻是吗 不 我年纪不轻 我今年三十九 只是我皮肤标 还有还有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每次录视频 我都要批美颜的 就是要一定要磨皮 所以看起来 我就像二十多岁小伙子 是不是 那是我肤质还不错 所以说就是 我再过一年 我就要四十多岁了 所以说 我不年轻 其实见过东西 也不是太多 但只是说 这样对象 这样草药 是真的可惜 要是觉得假的话 可以唱百对百科 或者说我每一期在讲到的 从那个语录 就是从那些草药集面出来 你在那里查 都能查到 我讲的美味草药 还有像这个 中国在线植物就能查到 彭斯线也叫枪刀药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